新闻一开始 我们先来关注缅甸局势 今天是缅甸在2月1号 发生军事政变之后的第一个周末 最大城市阳光出现了缅甸独立以来少见的情景 数千民众趁着宫休涌上街头示威 强烈呼吁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季等民选领导人 医护人员星期三发起公民运动号召罢工后 仰光教育大学的教师、学生、青年团体工人和私人界 也从昨天起加入罢工行业 要求军方还政于民 同一时间在台湾台北、澳洲墨尔本地区的缅甸人 也在当地号召游行示威 反击缅甸军方恶意推翻民选政府的举动 缅甸军政府发动政变后的打压行动再升级 当地军政府两天前禁止国民使用面子书 到本月7号 理由是防止有心人利用社交平台 散播假新闻及误导社会 如今我找深向推特和Instagram 直到另行通知 缅甸军政府早前以确保稳定为由 下令电信营运商禁止面子书的访问 直到2月7号午夜 不过最新一轮屏蔽社交媒体的指示 却没有明确期限 电信公司接获的指示是 封锁推特和Instagram 直到另行通知 推特一名发言人表示 深切关注缅甸军政府的命令 这项举动无以损害公开对话 和人民发声的权利 面子书发言人 在证实Instagram无法在缅甸使用时 也促请当局尽快恢复通讯 让国内人民能够联络亲友 获取重要资讯 从面子书封锁以来 许多缅甸人都涌到推特和Instagram留言 不少反军事政变和声援昂山素季的标签 都录得数以万计的互动次数 受委代表昂山素季的缅甸资深律师 金蒙少指出 虽然温敏及昂山素季被软禁在家 但当局以两人仍在调查为由 拒绝律师和两人会面 与此同时 多个城市的噪音大作战仍在持续 民众通过敲击锅盆 汽车鸣敌等方式 来抗议缅甸军方的夺权行为 并且呼吁更多军人和公务员 弃案投民 不只是公普和医生就连大学老师也没有独善其身 聚集在校园高举三指手势反对军事独裁 预料这场公民抗议的火焰将持续蔓延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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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